很多宝妈都担心宝宝缺该缺微量元素,干片冲击各种补,但是我们都知道,要活不如食补,妈妈自己动手做这些腐蚀,让宝宝吃出健康,当个铁心宝妈,只需要妈妈们稍微花点金丝,保证宝宝的日常饮食中,奶制品,鱼虾,青肉,蛋类,蔬菜,水果都涉及,再适当补充出粮。 宝宝的腐蚀不必太精细,但是一定要多样化,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小吃货的胃口,更是为了保证宝宝们能够快快涨高长大,一,补盖食谱,一,基于豆腐汤参考变零,12个月以上,基于富含蛋白质,易于消化吸收,还含有钙、铁、维生素的营养元素, 豆腐素有植物肉质美充,富含优质蛋白口感,两小块豆腐,即可满足宝宝一天盖的需求量,基于再加上有丰富植物蛋白的豆腐,经过慢炖,所有的营养藏在正乃白色的汤中,不仅不盖,充优质蛋白,还有一气健脾,极高免质力的作用, 基于豆腐汤不光宝宝可以喝,它同样是母乳妈妈最好的师傅,胃甘性平辱脾胃,喝中不虚,生气通乳,去射沥水,基于刺多,尤其于煮醉了会有很多小刺,一定要给宝宝捞上面的汤,基于,一定要选市场上鲜活的,肉质呢,味甜, 豆腐炖汤选到豆腐就好,炖二十分钟汤变奶白了,为了给宝宝,也尝尝鱼汤,可以盛出一箱碗,不放锁料,其余的刀片可放盐,白胡椒,料酒等调味,材料,基于一条,香葱一根,豆腐,一块,生鲜四片,油,做法, 一,挤鱼去干净鱼鳞和鱼肚里的黑膜,彻底洗净,控干水分,在鱼杯上划几刀,二,生姜去皮洗净切片,冲洗净切末,豆腐切小方块 三,起锅开火,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放入酱片边箱,放入晾干的鲫鱼,煎至鱼皮微露金黄色,翻面,同样煎至金黄色 三,倒入适量的热水,盖上锅盖大火焖住15-20分钟 四,加入豆腐块,盖中火继续盖盖焖住5分钟,撒入葱末,盛盖即可 小贴士,一,鱼肚里的黑膜一定要刺干净,否则容易腥 豆腐素有植物肉质美充,富含油脂蛋白后盖 两小块豆腐,即可满足宝泡一千盖的需求量 但给小宝宝吃的话,像八九个月的咀嚼能力不是很好 不建议给宝宝吃块状的豆腐,容易气到义务 应该压成你给宝宝添加我 二,我第一次做鲫鱼汤的时候,鱼皮几乎都被煎掉了 后来总结了一个小妙招,一定要热锅凉油 剩油还没有烧热的时候,迅速在锅里摊开 然后放入鱼,小火烧着就可以了 三,我家的水量,刚好玫瑰鱼身的三分之二 这样煮出来鱼汤的浓度比较好 如果鱼大的话,水量可以适当增加哈 大火才可以半煮出来白色的汤汁 二,虾皮紫菜番茄蛋糖,适合鱼一周岁以上的宝宝食用 虾皮铁,盖,铃的含量很丰富 每100克虾皮盖和铃的含量,为991毫克和582毫克 所以,虾皮素有盖骨支撑 虾皮的另一大特点,是挂物质数量,种类丰富 除了含有毒生,但水生物缺少的点元素 此菜含有高达29%,35%的蛋白质,以及铁,多种维生素和无际盐类 味道鲜美,番茄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B1,维生素B2 以及胡萝卜素和干,饼,甲,铁,铁,铜和饼等多种元素 还含有蛋白质,糖类,有鸡酸,鲜味素,热到虾皮紫菜,番茄蛋汤味鲜香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链,铁,铁,铁等营养素 对饱饱补充钙,也非常有益 原料,鸡蛋一个,小番茄一个,虾皮,紫菜和葱花血量 香油,精盐和姜末少许,去吧 1,将虾皮洗净,紫菜撕成小块 2,小番茄切片,鸡蛋一个,打散备用 2,炒锅上火,放入适量清水 在水费后投入白茄,虾皮和紫菜 3,带在废时淋入鸡蛋液并加香油 精盐和葱花食料即可 3,蛋花豆腐梗 鸡蛋,豆腐不仅含有丰富的干 吃起来也有软又嫩 特别适合给还不太会取决的7个月左右的宝宝吃 原料,鸡蛋,南豆腐,骨干150克,小葱末等 吃法 1,鸡蛋打散,豆腐捣碎,骨葱煮开 2,下入豆腐小火煮 吃法进行调味 并撒入蛋花 最后点缀小葱末 4,玉菜鸣糊 鱼肉中复含盖 不仅能够促进宝宝长个子 为骨骨发育天专加达 还可促进了脑发育 满足身体的多种营养素的需求 不妨经常给6个月以上的宝宝做一些吃 原料 米粉或乳膏 鱼肉和青菜 各15-25克 吃法 1,将米粉卓加精水尖软 小微糊 入锅 放火烧在约8分钟 2,将青菜 鱼肉提醒后 分别多米碰入锅中 去煮至鱼肉熟透 调味后集成 2,补铁食谱 孩子长到6个月后 宝妈们一定要给宝宝补铁 宝宝从妈妈体内带来了 可以满足自己 此到6个月成长所需的铁 但是 宝宝长到6 个月后 宝宝体内铁鼠备量开始不足 妈妈们要及时增加富含铁元素的腐蚀 所以宝宝的第一口腐蚀 一般推荐高铁婴儿米粉 在大一点的宝宝腐蚀中 也要注意补充铁元素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补却食材 鸡肝 跟猪肝的补却效果一样好 但是口感细腻更易被宝宝接受 鸡肝中还具有一番肉类食品 不含的维生素C和锡 能增强宝宝的免疫力 5 西红柿鸡肝粥参考月零 8个月以上 西红柿酸甜可口 有助于消化和开胃 对增强免疫力有一定的作用 有些宝宝会不喜欢鸡肝的味道 试着和西红柿一起煮 新闻就不容易被尝出来了 这款西红柿鸡肝收口感独特 营养丰富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是美味 食材 白米粥一小碗 鸡肝20克 西红柿四分之一个 步骤 步骤 将鸡肝浸泡在清水中 三十分钟 期间更换二到三次水 将鸡肝放入蒸锅中蒸熟 然后取出 将蒸熟的鸡肝搗碎成鸡肝泥 二 将西红柿用它水烫一下 去皮 取四分之一个的分量 去掉西红柿子 将西红柿裹肉切成碎末 三 去一口小锅 倒入白米粥 将米粥煮开 然后放入西红柿碎末密其煮 四 将西红柿煮烂之后 倒入鸡肝泥 将食材煮到软烂的状态 即可乘入烂中 六 鸡肝肉比赤和年龄 是一个月必胜宝宝 鸡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 链 铁 铁 维生素A B维生素 可以供给宝宝成长所需的全面营养 其分丰富的营养和特殊功效 使得鸡肝成为补血养生的最佳食物 具有营养保健功能 是最理想的补血家品之一 大一点的孩子 可能不喜欢软糊糊的鸡肝泥 鸡肝粥 可以将加上鸡蛋瘦肉 做成香喷喷的肉饼 会更受小朋友喜欢 食材 鸡肝30克 瘦肉30克 带白一个 盐1分1茶匙 麻油半勺 做法 1 将鸡肝 肉分别洗净后 沥干水剁成细绒状 将鸡肝 肉和蛋清准备好 2 将鸡肝和肉两种材料 加上半轻半匀 小微亮盐及麻油 放在铁盘 或碟中蒸10分钟左右即可 小贴士 鸡肝的维生素A非常丰富 虽然维生素A能护眼 但过量摄取会造成肝中毒 如果鸡肝肝肠给孩子食用 饮幼儿每次最好不超过20克 1到3岁的孩子 每次不要超过50克 而且一周不要吃超过两次 3 普心食谱 心是宝宝生长发育必须的营养素之一 虽说宝宝每天对心的需求量不高 但是缺心可能会导致宝宝厌食 抵抗力差等问题 预防导宝缺心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食谱 妈妈学会一些补心腐蚀的制作方法 就能自己动手帮宝宝补充营养了 7 牛肉香菇牛菜饭 是完全10个月以上的宝宝 牛肉富含蛋白质、铅、铅等元素 还能增强免疫力 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 香菇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多糖、多种氨基酸 和多种维生素的营养特别 加入适量牛菜 不仅让这道香菇牛肉粥更美味 营养也更多样化 食材 牛肉一小块 香菇一颗 牛菜一颗 一饭三分之一饭碗 进食于100毫升 副种 一、将牛肉洗干净 剁碎 牛菜洗干净 取嫩液部分吸水 二、香菇用清水泡发 泡好的香菇去掉香菇地 切成香菇醉 如果是鲜香菇直接洗净剁碎 三、吃一口小锅 倒入清水 倒入米饭和牛肉熬煮 等到牛肉变色 放入香菇和油菜末 四、将食材熬煮到软烂 将煮好的牛肉香菇油菜软瓣 乘入碗中即可 二、西红柿土豆瘦肉更适应人群 十个月以上的宝宝 宝宝吃西红柿能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善食鲜 瘦肉是补心的常见食材 吃瘦肉则能补充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制作荷素它配的辅食 可以让宝贝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素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 食材 西红柿50克 土豆50克 猪肉瘦肉末20克 步骤 一、将土豆洗净 去皮切成小块 蒸熟之后 压成土豆泥的肉 二、将西红柿洗净去皮 切碎 瘦肉切磨 三、将西红柿碎 土豆泥 瘦肉末放入碗中 搅拌均匀 四、将西红柿土豆瘦肉放入蒸锅中 冷水上锅 蒸熟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